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无论是高三还是初三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填报志愿 然后投档录取 这里要提示一下大家 高考志愿的填报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那就是专业 同一个学校不同的学院支持同一个学院不同的方向之间都有非常大的差距 现在网络发达资讯通畅请一定要做好功课 对于学校和专业 在对自己的分数档次有了充分的认知之后 多方位的考虑自身的兴趣 学业的难度 还有未来的就业等 还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比如说你可以去你想要报考的学校里去查一下类似于论坛 留言板之类的地方 那么综合考虑一下生活成本 交通图形 还有一点很关键 就是这个学校这几年的新闻 比如说 同样是读985双一流 你愿意去做学办吗 又比如说 同样是在浙江的 你愿意去计划单列市某工程学院吗 再说回我当年 根本没有多少资料可以查 志愿呢 都是凭着自己的知觉瞎甜 本来呢 我是想考北大的 结果差了几分 没考上 所以我收到交大陆举行之书的时候呢 我很纠结 你说我去吧 离家那么近 你看我都这么大的人了 成天窝在这个国际大都市 没有机会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去体会一下民间的疾苦 但是不去呢 交大也还可以 你想 我要是复读一年 不小心收到了上海市杨浦区 邯郸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人生不就毁了吗 所以后来稀里糊涂的就在交大毕业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分数不够志愿来凑 所以大家一定要盈以为鉴 希望朱军在大学里千万不要虚度光阴 发掘自己真正的价值 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然后为之努力奋斗 上报国家 下安离树 为中华之复兴而主书 好了闲话就扯到这里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好 第一局是一个借董卓 主公 我们是虚荣啊 还不错 就是二号位虚荣压力比较大 对吧 你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压力 这排一般吧 好嘛 你跑上来就想过要装身份的是吧 你就是想装 你就没停过 这边伤魔科断线了 那正好把他乐一下 对不对 这个就是白乐啊 不乐白不乐好 有个人断线了 身份肯定乱 对吧 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反对护杀的盛况 这边无疑开无中 颜白虎 这个远位颜白虎特别像那一样 我去跑上来就有连短了 但是这个无疑 他这个红杀是可以打诸葛瞻 然后蹭到颜白虎身上 这样可以顺便把诸葛瞻的这个复应也破了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没有杀我们 我估计他是反对 你看他没有这个操作 还打了个单杀必重 给人感觉不会玩一样 双杀 九单杀 九双杀 人在家中坐 排从天上来 这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对吧 有可能无疑是个内奸 或者诸葛瞻是内奸 反正杀莫科是死定了 还有吗 还有 结果无疑去杀董卓了 不知道是不是内奸想蹭鼓攻一刀 那对不起了 到头来我们装身份还是成功的 事实上无疑打死颜白虎跟杀莫科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如果跳了中无疑打死的就是我们 那还不如死这俩货呢 对吧 死道友不死频道嘛 拆掉了无限 感觉董卓的心里应该是非常坠卧的 但是只有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事还有你希望 结索连环杀 董卓 董卓你要杀也杀 那个牌少的呢 他怕是非 怕是非那就少喝一口酒嘛 怎么办 有个铁锁了 完了呀 硬着头皮打吧 这董卓还白银狮子 一个 两个 火供看一下 战火燃尽 英雄打 来 尔登竟如此歹毒 哎呀 这个无疑前面被反的胖坐过了 不然的话还真打不死他 现在身上有两个暴力 但是这个牌实在是太烂了呀 牌真的太烂了 能不能打死啊 不能打死哥 这个 董卓那边跟明桃 打不死 这里的话呢 董卓如果想收董卓的话 肯定是先收的 而且事实上这个时候打董卓没有用 对于反对来说打死徐荣就可以了 对吧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打董卓 不过不管怎么说 董卓没有死 看看我们剩下两个暴力能不能派得用场 这里的话呢 陆军是拼命的在清空徐荣的派 不让他去攻击这个诸董卓 但是呢 我们有两个暴力可以打这种破防的伤害的 看看后续有没有戏 暴力贴上去等着 拿来吧 完了 就剩一个暴力了 这么下去磨不过呀 这诸董卓跟神鹿都是后期神将 而董卓跟徐荣都是后期鬼将 这越到后面这俩货就越没用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呀 这里的话呢 陆逊其实 这次陆逊为什么又不打寒冰箭的呢 因为他想掩护诸董卓 知道吧 想让诸董卓出发复营 这个陆逊打的还是有想法的 但是我们偏偏是盾加一马 暴力打上去 死了没有 还没死 你还想活到下个世纪去啊 终于死了 出了两个拆 还好神鹿的这个大椅换过了 所以说前面这身份装的真是非常重复 但是这也要靠同行振脱 你看看那个吴仪 这边的话没敢打九杀 他被秒 神鹿七个军略了 我们急啊 非常急 冰凉 九杀 没打中 神鹿还添过了冰凉 这里神鹿为了防止食肉没死 浪费了一个催客 但是这也是人之长情啊 这边拆手牌 希望不要吃九杀 但是董卓摸了一个顺 一个九杀 正好把神鹿打死 其实真的很悬 差一点点就输了 这种二号位装身份的打法呢 其实非常不错 但是也要有前提的 这一局比较奇葩 就是场上群雄降特别多 场上群雄降特别多 你会分不清楚谁是队友 而且又有远位岩白虎 这种特别像中的 对吧 最好可能 可能那个起手牌又那么烂 可能就是装身份打最好 而且董卓主也承受得住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局是流血主 流血主 倒是有日子没见了 武中这牌怎么办 给张角吗 想了半天 砍了一刀马超 为什么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这是组织对他的考验 张角 这里的话应该是系统有点卡 应该系统卡了 这路向没录好 这边是打了个过拆 然后弃了个桃 穿了个嘉一马 刮刀 再双杀 披发了一击 其实这里挺奇怪的 有机会击杀 许优的 为什么先击杀蔡夫人呢 对吧 这边也是的 也是系统卡的 贴了冰凉 吃了桃 然后弃了白 许优 冰凉是会中的 这边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行游 这么疯狂 话说这个 我感觉这个行游的思路就不太好 同样是玩命 为什么不跟同玩命 要去跟一个忠诚玩 对吧 现在不知道谁是内奸 有点难打 吃了个桃 好招 天命 天命成功了一次 天命成功两次 可不错了 火刀的话要被压惨了 其实 其实刘蟹这个组还是比较脆皮的 哪怕是巡游反贼 都可以接受 这边张角的牌被全部拆光 太惨了 吴宗生有 再一把牌再给马超 就是完全 不管张角了 拼点 赢了可以再多杀 这波的话 他是不是 啊 他是不是少指了一个巡游啊 好像还是可以指巡游的呀 他可以指四个人 巡游死了 这怎么能不乐巡游呢 张角是觉得巡游是个死人了吗 他不是死人啊 你仔细看看 马超在锁里啊 马超这次是杀了四个 但是他等讲那一下就白杀 怎么办 草花 要不就劈草花吧 劈黑桃的话 马超怎么办呢 只有玩杀自己 才是强者 完了 这马超死了以后吧 这个准备有没有那么好的 这个应该是曹姓里面 又被拆光 吃个桃 然后拼点 这里不得不说 这个击杀的目标就有问题 当然这主要是张角的锅 张角如果乐巡游 那么就可以打此好招 让巡游跟曹姓两个人中乐了 现在的话呢 这个曹姓的状态还是满的 非常的难打 这个曹姓 曹姓没有攻击主攻 虽然说曹姓没有攻击主攻 看得出来这个曹姓还挺有排品的 但是 这个时候你杀流蟹是没有问题的 你又不是要砍死流蟹 你杀流蟹 对吧 他贴命 你也贴命 顺便还可以威胁流蟹 让他不敢乱给张角 这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吗 你只要不要做那种最后砍死主攻的事情就可以了 走吧 这个玩意就叫核威慑 你现在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核威慑 最后曹姓是没什么出息投降了 这种内奸我也不怎么喜欢 内奸是一个刀尖舔血的身份 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呢 你不管怎么样 打牌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身份 对得起天地良情 那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呢 有点烂乎 我前面流蟹跟这个马超的这个配合实在是非常的好 我们看下一局 哦 这边又是一局马超 不过这个是马超主持角了 我们看一下 啊 这身份都出来了 内奸Pub就是这货了 杀 闪 闪 这丢了个9 为什么 那索性直接9杀嘛 啊 这 这个鱼击 我还是觉得鱼击是内奸 不过你愿意双杀就双杀吧 主攻比较冷静批的是这个小猴渊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跟着主攻的思路去打小猴渊了 鱼击既然不想动 那就 那就让他永远活在这里不就好了吗 这里又冰了一下迷糊 但是迷糊跟着你的思路去打鱼击了 黄天 没有杀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袁绍是个什么鬼呢 张忠华杀了一道鱼击 杀这 杀完鱼击之后又开了一个南蛮 这么看来的话呢 应该是四连反 但是张忠华开这个南蛮入侵纯粹就是因为他要把手牌清空 他想开 然后袁绍呢 袁绍如果真的是早就乱鸡了 怎么可能去什么杀张忠华这种蠢事 就是两个反贼在那边互搞 就是张忠华觉得袁绍有问题 袁绍觉得张忠华有问题 懂了吧 然后朱智开桃园了 我们这边血卖卖了 不过无所谓 我们满血跟掉一血区别不大 小后援 小后援也没得动 拆掉袁绍的刀 好 借刀 这个能骗到一个无蟹我是没想到的 决斗 化疾扫沙场 无双 力万事 闪 闪 击雷训电 这里的话呢 主动对着这个下后援一同上奏 说实话 太把下后援当回事了 这个最好最好 还是先把袁绍砍死 因为如果校后援没死的话 麻烦就大了 完了 这个被迷糊断杀断的他要开五谷了 这五谷他能开吗 张忠华主动把酒给抢了 你敢信 他竟然主动把酒给抢了 如果校后援没死的话 这边袁绍丧心病狂起来他就直接收全场了 而且主攻还没法批 主攻只能批袁绍 那你有那么多闪吗 没有那么多闪呀 对吧 袁绍第一发收掉夏侯渊 账角可以批 但是你怎么批呢 如果你批张忠华 袁绍收掉 你批朱智 袁绍也可以收 他可以一杀一收 你如果批袁绍 袁绍就跟你硬着头一较 你如果没有更多的闪 可能就崩掉了 所以说选择夏侯渊这个目标不太好 但是呢 这个袁绍选出来也没什么出息 袁绍选出来最大的作用就是 反贼崩盘或者快崩盘的时候收一波 打主中一个措手不及 那你当白板玩呢 你还不如选个别的算了 华雄都比得差 这波卑弥呼 什么叫自找麻烦 他那个五五功能就是典型的自找麻烦 这波三神速 卑弥呼要走了 还有涛 这里夏侯渊不肯神速了 我是夏侯渊我就神速 你不要觉得最后一下就被蜜呼一定会死 万一他没死呢 那你这不是白搞了 如果被蜜呼死了 我觉得这一局反对差不多赢了 但是被蜜呼没有死 这个牌非常的差 怎么办 杀 再指一下 再雷 还是没雷死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破被蜜呼活着又有什么用处呢 对吧 靠到那个拘束没有六局了 火攻自己 把被蜜呼送醒 朱智吓得赶紧打无懈可击 好 那就再开一个无骨风灯 找到一张致命的决斗 这张决斗牛逼了 只要决斗的是夏侯渊 不管他打中还是没打中 被蜜呼都醒了 好 英雄们 我们的机会来了 这个被蜜呼的这个铁锁连环连的是真的烂 张正华不连的吗 啊 然后这样打三杀 连了一个死人 那正确打法不应该是连朱智袁绍跟张正华 然后杀的时候就不用带 就不用管夏侯渊了嘛 对吧 要么你就 要么你就这样打 就是你觉得张正华爆发力太强 不要惹张正华 那就别杀张正华 结果这又杀了 不过这个朱智吧 也太没出息了 其实反贼还没输 因为被蜜呼打错了 所以反贼其实没输 但是很遗憾啊 朱智他看不见了 你说这张正华又吃回去了 这修复手足一做 还有什么钱去啊 反手就把袁绍也抢 啪的一下就投降了很快 我们无法在张正华投降之前杀光反贼 最后是贝蜜呼拿的全场 但其实主持角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有思路 就夏侯渊的这个失误 他以为贝蜜呼死了 结果贝蜜呼没死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贝蜜呼活着有啥用 不就是个废柴吗 但是贝蜜呼一旦觉醒了 一张铁锁就能反贼 贝蜜呼这个武将 真的就是在张脚主动 就是一张铁锁就能反贼 好 二号位 离点 这局感觉反贼特别多 一眼望去全是反贼 南蛮入侵 先跳一周 看个国家 国家跳反 那反贼不是齐了 这种莫自卫李爵 李爵也比较像中 好吧 他至少没有顺我们 对吧 我是主攻我就不忙李爵了 这一点都不相反 这个李爵 铁锁跟陶 可惜没有属性杀 不过我认为铁锁还是连一下的好 还是连一下的好 杀一道草坯 杀 杀 你在干什么 我 我都不想吃 我好想吃 我会是否费 最好看我 真的有什么 我好想吃 你吃 我做王冯 和你吃 我来吃 我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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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孙上将趴的一下 就走向了很快 我们看到 草皮身上还有桃 有一张桃也差不多够了 然后冠石斧也在草皮的身上 无限可惜 有无数的无限可惜 这局可以说 这局是一场仿佛 省得误伤嘛 对吧 这怎么可能徐氏 这怎么可能是徐氏呢 对吧 肯定不是呀 这波有红糖吗 还好没有 有的话就惨了 过河拆桥 这波的话 左辞挂截命 一般来说就是忠诚 否则的话挂什么截命 是吧 宣风 容貌发夫 忠诚 好 两个忠 诸葛瞻能够触发这个 亲王的 所以说还凑合吧 后面两个反 装一手身份啊 骗唐兹去打孙上将 能成功吗 此挂凶险 望夫君 问官 好 唐兹还真去了 不过这种情况下 孙上将有闪也不会闪的 这波那间雪传 小装了一下 引的唐兹同时打了 徐氏孙上将跟这个诸葛战 当然了主攻的安危也很重要啊 主攻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死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这个时候不用装了 摊牌了可以 对吧 孙上香 而且我们去无蟹孙上香 反对的无蟹也不会反打 就很赚 这里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就看刘晨的造化 看他能不能活下来 那边佐斯依然是挂着杰命 勒布斯鼠 勒布斯鼠 两个 战绝 看他妈 这波 这个南蛮其实很疯的 因为如果佐斯结命了刘晨 结果诸葛战被南蛮滚死了 牌还是要弃光的 可以说是非常疯狂的打法 没有逃 没有逃 没有无蟹 还好葛战还有一个 这葛战的命是真的大 孙上香死了没有 死掉了 这边反得有桃 是不想救佐斯上香的 因为还有一发战绝在桃 诶 秦王呢 为什么要问卦而不用秦王呢 完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无蟹可击图条突然出来了 就问卦那一下 徐世摸了个无蟹 这不是凉了吗 这流程是不是压根就忘了 自己有个技能叫秦王了呀 无蟹可击 无蟹可击 不是吧阿萨 那好啊 他神抽我也神抽 不过徐世听过了 几百 恩怨是什么鬼啊 他是不是想放那个什么 炫祸 但是你炫祸就是放出来 也是没有恩怨的 就是两张牌给别人看一下 再拿回来 你哥这通牌呢 你这还不如去那个制衡化身呢 开玩笑 这刀抢走 葛珍 反正有很多套 就是不想救神啊 因为不想救一个死人 那看看我们的啊 我连做梦都在等这一天呐 你满身都是破烂 男蛮入心 一个男蛮扫过去 光约死了 现在的话呢 当然不希望 祖中有桃 刚才桃应该炸的差不多了 徐世还藏了一个桃 这个如果左资有桃 什么结一下流程 这个就麻烦了 死掉了 祖中有账疤 这里有点尴尬 就收的牌不好 收那么多反贼 收了一堆把吧 怎么办呢 这边这个冰量寸段 是不能乱贴的 冰量寸段是不能乱贴的 当然了 祖中的想法就是 流程可以发动 那个什么 就冰量贴了以后 流程会就可以发动 那个秦德叫啥来的 秦王 然后祖中账疤 就可以拍死徐世了 想得很美 但是你 他可能忘了秦王 这个技能了 问完以后出了个火攻 一想这个要是主攻 真的真的主攻忘了秦王了 然后被徐世打死怎么办 想了半天 还是选择把徐世给打死了 其实这里就 不如先问卦 先问卦 如果徐世真的给你问了 你就可以火攻打死诸葛瞻 打死诸葛瞻之后 你就可以冰量徐世了 流程如果弄死徐世 就弄死徐世 如果流程没弄死徐世 徐世中的冰量 再加上流程 还有个摸牌阶段 大概率还是不会死 这局还是你 现在尴尬了 拿什么打这个诸葛瞻呢 有个杖八 杖八倒是打诸葛瞻的神器之一 这边流程 他这时候肯定也不会放弃吧 放不了 现在就是怎么打败这个诸葛瞻 你看这个诸葛瞻就很聪明 不放了 技能不放了 那就续抱一下 续抱一个加一马 主要还是要靠这个 杖八 这时候托管装逼 不提倡啊 葛瞻还不知道自己将经历些什么 捡一马一穿 耳背何故与祥辱交战 结果杖八真神器啊 诶 夺刀 只有玩上自己 才是呛者 主攻 好不容易发到一次 技能结果还被夺刀了 这也太惨 我们来看下一局 借孙上香 这次是个反贼 看看选个啥 潘骏 潘骏跟孙上香也有配合 因为 凡是出牌阶段 限一次技能的人都有配合 如果孙上香信了这个潘骏的鬼 然后出两张牌就不动了嘛 那潘骏也赚到了 是吧 所以说偶尔我也能看到什么 借孙权主攻局选个潘骏反 然后孙权就出两张牌 制衡一下没动 然后就弃牌了 潘骏忠诚 奉平被害 这波这个 木马给了孙坚了 不 你们不能结合 你们是亲生妇女 这波元素差点被冰 这里这个貂蚕还真挺诡异的 这个貂蚕 这个貂蚕选出的太诡异了 乐不思蜀 天所连环 火杀 水淹其君 这边元素二话不说 把貂蚕弄死了 对不起 这貂蚕看着真的是不忠不反 不主不内 不知道是个啥玩意 可能是个野心家吧 用死 这波拿这个天机图摸牌不错 对了 不好意思 我忘了跟大家说了 今天军阵的部分比较少 这已经是应变了 对 后面全是应变 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应变了 动竹先机 动竹先机 两个动竹先机 然后呢 眼窖看一下这个牌 不咋地 两个石 过河拆桥 都是红桃 还是红桃 再来一发 有操作的小伙子 两个勾 那也不错了 对吧 两张牌也是牌啊 对不对 冰杀来一刀 还不错 但是 因为两次都是弃两个 所以说呢 张昌补的手牌上线减了二了 我的个天 虽然没什么好牌 但是敌人真的很强啊 敌人有点太强了 承报一时 愿不愿意 和我相互亲红 决斗 这边这个借庞德 也不知道是反时内 因为马招也有可能是内 雷沙 雷沙庞德 庞德 闪掉了 这波肯定不让元素 火牌啊 这个动竹先机这张牌 比无中要厉害 是一般动竹都是要打我切的 庞德要死了 好消息是庞德是个内 坏消息是庞德死了 昭然 这波的话呢 这个马招跟潘骏也是有配合的 可以仇法两次 招燃两次啊 无中生有 石桃 但是这个马招他不会 他毫不犹豫地打了两招红桃之后 出了一个草花 就是突出一个无用之人 这里的话呢 没办法刷一波 张张普 这里的话呢 护兵镜没有穿 我觉得可以穿吧 有什么能穿的 看一下啊 7 9 9 10 12 这个有两个有两个小等差速度 7 9 然后10 12这样 哎 为什么不拿那个桃呢 他为什么拿杀不拿桃呢 逃比杀之前吧 再关威一番 这个量了 先把猎打掉再说 这波还是手牌减一了 可惜打不到元素啊 打得到就好了 这里被污铁锁进去了 话说 这个如果破锁的话 元素不是很惨的 然后冠师傅再打过去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潘骏有危险啊 让你前面护兵镜不先穿 躺在手里当宝贝 而且你是潘骏啊 潘骏更需要这玩意儿了 虽然不如白银狮子对吧 结果元素这个无用之人 麒麟弓不带 带了个冠师傅 话说这个 潘骏前面好像拿过一张明沙的吧 所以说就这个护兵镜是那个安排 对吧 就这个护兵镜是安排 这都不穿刀啊 太让我失望了 这个马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边竟然是强行留一张沙 不要那个 顾兵镜他做错了什么 对吧 我还以为马钞要把我们收掉呢 好 接下来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功力啊 看能不能磨过他们 看一眼啊 这个牌 这个牌不错 两个13 而且还特别好算 好 这波牌拿的不错 再发动 这次给马钞了啊 把简单的给马钞 难的给攀骏 感觉这个张张普还挺会因地质疑的 南蛮入侵开一波 这波瞬间前面不是钢吗 不是卖血吗 让你卖 让你卖 你在卖呀 你在卖呀 哎呦 这四雄剑盯上来一个万箭启发 手气也可以啊 你在卖 这次让它逃是真的多 这瞬间不知道有没有后悔 前面乱卖 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卖了 就维持住一个能阴魂的状态就可以了 对吧 这波 潘骏可是宝贝啊 最后一发大阴魂 无限是我们的 跟你说成再见了啊 马钞 钞燃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啊 对吧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啊 双钞燃 没了 没了 全都没了 双钞燃双筹发 看不到了啊 没有那种东西了 这波反贼在巨大劣势之下 看出来这个潘骏跟张张浦的配合 潘骏跟张张浦的配合呢 有一点不好 第二次炎叫呢 一定是只有四张的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很容易失败 而且失败的代价还很大 尤其是两次都失败 或者说不完全成功的情况下 这张张浦的手牌上心要减二 所以说不作用 这好几次 这个能够算出来 真的是运气 因为五张六张四张的 这个算不出来是很正常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王姬 周泰 王姬跟周泰 但是王姬这种主攻太弱了 张松忠太弱了 还有陆迅 都出来了呀 是不是陆迅那间 不知道 先标个钟吧 出去不及啊 我们也跳钟了 用陆迅先机 五股封灯 这边已经是开始疯狂刷牌了 但是这次陆迅会变成两张牌 还需要另外一张紧张去刷 啊 这 好吧 还有这种操作 再冻竹再刷 军自愧 再冻竹再刷 14张了 我的妈呀 陆迅终于不肯给了 跳内了 跳内了 王姬开始刷我们了 这波可以 再来 一写三牌了解一下 但是你这个牌也太烂了吧 别人一写三牌是什么东西 你这一写三牌是什么东西啊 你跟我开什么国际玩意 就再来一发 不是吧 阿瑟 半副牌的基本被你摸掉了 你搞清楚自己定位没有啊 就这牌 就这牌你当什么终身 你还是回家揉面吧 难道这一圈都在周泰的计算之中吗 先挂长刀 九杀绑统 好吧 两把连毒都来了 再换短刀 杀曹星 我们还有很多杀 来了一个主镜一个水炎 这里水炎打得不好啊 你们有捡一码的 一旦捅死了无疑你就捅不了貂蝉了 所以说这个水炎是最后手段 先捅死无疑 捅不死再水炎 捅死了就水炎貂蝉了 你这水炎貂蝉不是浪费了 是不是啊 拿着牌留不住了 太公换上了一个决斗真是讽刺 然后陆迅这个时候还要恶心一下这个张松啊 强行让张松顺手变拆桥 有操作的 再换连毒 再捅死无疑 再捅死无疑 妖蝉也倒了 就剩一个陆迅了 再把连毒换掉 打断陆迅所有的念想 陆迅投降了 现在还想不了 只能手动投降 很久没有看到王姬陆迅 还有王姬周泰这种组合了 以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姬能改 之前听说王姬快要改了 连那个草案都出来了 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始装啊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可以看下一局 这局是借张脚主攻的内奸 借张脚主攻内奸还是比较难打的 这边直接选了个二号位张让 这玩意儿 张让做张脚的内奸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因为他不是袁绍 袁绍有可能在张脚的配合之下 有可能直接一波了 张让的话在张脚的配合之下 要一波没那么容易 不过这边起手就有一张针铁锁 锁上 这边我们还有个假铁锁 这就懒得打无蟹了 还有个天击图 不错呀 这起手牌很不错 有张天击图 就不怕司马懿在那胡偷了 水焰直接打掉 王南蛮 你敢偷我天击图吗 啊 裸了裸了更好 生死汉路 思维汉尘 不是吧 这也能跳中 先不管他了 想办法把牌轻一下 铁锁连环锁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变无蟹了吧 无蟹也没有用啊 你要打一波的话 你这个少一张铁锁 你怎么打一波 王冠剑了 这张初期不易先打比较好 因为被偷了 不就血亏吗 感觉这两手没处理好 是非 再拆一走 终臣都在这了 黑桃 变红桃 再反过来变黑桃 最好司马懿不死了 然后再偷张角两下 那就血赚了 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计划中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一个水焰 一个出其不易 和一个决斗 这三张牌可以打 对吧 先用一定不会失败的水焰 还是没死 难受的一批 感觉还是先打这种卖血 就是非卖血的将 把桃片出来 比较好 就打出其不易 出其不易有失败的可能 还好又收掉一个 接下来我觉得差不多 该放冻毒了 就是你这样打的话呢 冻毒又可能没有情况 你趁着反对还没放冻毒 一般都会给你的 就没机会放冻毒了 冻毒啊冻毒啊 现在其实需要一把连弩 有连弩就能收 就能收全场赢了 好乱了一个酒 抢了个顺手 好吧 顺过来一个冻毒 他是不是压根就把冻毒给忘了 再收一个反 没收到 他应该是想找一个铁锁 没找到 那反手把过渡打 跳个内阶也可以 这杨慧鱼特别的弱 不要了 冻毒放不放 我是你 我就用闪放冻毒了 是谁说了 连弩说来就来了 你看这不 怪我还不能放冻毒 我们在这里 我还能放冻毒 我可能会放冻毒 我为什么会放弃 是不是 整个人 你要扔我 我只需要 我 也不得温宜毒 我会放过 a 回事 我 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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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定是忠 曹瑞有可能是骚扰这个鲁汁不能轻忠的 那有曹瑞在的话呢 我们以后估计也吃不到情终啊 把铁锁解开的一定是反 没打九杀 但是这个蔡文基其实看着一点都不相反 说实话 果然啊 反手就打你了 打两个水焰吗 一水焰一杀 再一水焰再一杀 先焰再杀 再焰再杀 好 这边来一个红德 副甲决斗 陈琴 陈琴两发 两发红德 这个操作是很犀利了 但是后面还有四连反内怎么打 这个游戏恐怕对你不是特别友好 逐境气缘 来一发 这个打牌不能打那么快啊 表面上看它是逐境气缘 其实是我随机应变的 所以说呢 你们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随机缘应该变什么 肯定是变洞主啊 你是布置你怎么可能不要洞主呢 打牌不能这么快啊 慢慢打 每一手起码想了三秒钟吧 这个太可惜了 这个洞主 你看 有联络 你说那一张顺手有屁用 跟洞主比起来就不是一个东西啊 这边曹瑞想救丈夫 再来 强杀曹瑞没杀死 怎么办 强行定判自己 因为这个曹瑞可能离死只有一步之遥了 只有两发 福光凯不要了 这个再卖自己不行了 强杀 能给打死吗 这进卡局反贼 说没逃也就没逃了 兵败如山倒 有点帅 最后用自己的肉身 吭死了这个曹瑞 再来一发红的 这鲁智的牌都9张了 拼点 拼手 竟然是一张空潮武器 不过王朗跟新材两门排还是挺多的 看着还是很吓人 而且连弩就在场上 不好说这局的胜 铁索 要不要防九杀呢 当然他不防也就不防了 国仇家恨 今日一定算清 拼上吓人啊 冰杀 不是吧阿瑟 就算不是九杀 该打的输出也是要打的呀 区区一张连弩 用得让你心事动动的吗 哇 这个弩之也是疯了吧 你起码出一张杀呢 连弩已经没有了 阿瑟 等一下 难道心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把连弩给炫掉了吗 看来心裁在第五层 果然还是我大意的呀 这鲁智起码杀得出一张 只有一发凝弹 这藤甲没有搞掉 哦 助战水眼 再开他吗 可以 没打死 木马穿个杀 戏牌再给 如果王朗能摸个三点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很可惜他摸不到 又判个K 行了 张心菜 你还是回家和面吧 又只能出一张杀过了 骨斋听过 九杀王了 再来一发陈琴 戏要做主 这个心菜竟然还不认识 竟然不把护心镜给搞掉 好 要给把刀是吧 可以 给刀 杀一刀再杀一刀 一杀一决斗 再一杀再一决斗 这一局的布置玩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想得很穿 打死张松之后有机会击杀曹锐 那就毫不犹豫的上了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局是一个戒黄盖 主攻是关瓶 戒黄盖光瓶 我感觉反了 一般不都是戒黄盖主攻关瓶钟吗 关瓶这个主 真的能用吗 又是张松中 张松倒的确是个不错的钟 但是前提是主攻得够强 关师傅杀王纪 就这一刀 你龙鹰还弃雷杀 不是吧 阿塞尔 看一眼 打满入侵 这个国家竟然跳龙了 国家内吧 是个王纪 王纪竟然猜了个冰沙 没前途啊 水焰王纪 王纪和王远纪 动逐先机 动逐 无铁 无铁杀王纪 这不我有点厉害啊 这个看到基本了 宛如连弩 这里感觉张松的操作 可以更犀利一点 他普通杀 先把A锁上 再用属性杀 去杀王纪 不是更好吗 当然他可能是杀不够 但是看他这样子又不像杀不够 就很奇怪 很多红杀 铁锁连环 扔掉应该是断杀了 我开一两半 哎呦 杀八 那这个太强了 这张松一边杀一边摸的 所以说怎么能不救王纪呢 张松起步的时候 你不让他收板 他还有可能停下来 现在你多少个套都没用了 人家杀八都出来了 怎么都是死了 我关屏还有四张牌 张松出两张 摸一张 甚至有可能是出一张摸一张 这起码还能出个六七张啥 反正彻底不必要了 这局没有我们的事情 这边提前恭喜皇带了 这边张松开始丧心病狂的胜国家了 当然了不能排除张松那间的可惜 对吧 张松如果是中的话 一般不会先杀中会的 因为都觉得中会是那间的 可能会先去杀星采或者皇带的 对吧 当张松是内的时候 他自然知道同会是什么 是不是很有道理 这波的话呢 皇带是选择去死的 没有选择出闪 皇带为什么选择去死 没有选择出闪呢 因为在皇带的眼里 觉得张松一定是中 那如果出了这张闪的话呢 就是轻者凑 凑者快了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这样打的也不是不行 前提是你要100%确认 这个张松始终才成功 万一张松是内的话呢 其实你就上当了 现在也死了 而且郭家并没有跳那种动作 不知道第二个南蛮没有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皇带看到郭家 第二个南蛮入侵 没有继续移起拍给主攻 觉得郭家有问题 于是乎就赌信张松始终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最终非常不错 感谢战地记者黄盖 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局更夸张了 不知主又来了 怎么给 我的话呢会忙给蔡文基 虽然远未夹许 看着也有可能是中 但是远未夹许反并不少 我跟你说 还给吗 直接给了 这是直接把两个中都标出来了 五股都强开了 就是直接把忠诚 就觉得忠诚都在前队了 我们盘一盘 寻语跟布置的配合 不明就里 不知道这边选进的一定是反 大桥一定是反 唐滋一定不是好人 对吧 但是呢 肯定有人不同意 比如说 神舟 我选靖国 好看 对吧 紫色的都好看 唐滋 唐滋跟布置有没有配合 有的 一身神装的唐滋 吃一发定判 把这些装备全部都抽回去 然后再啪啪啪 对吧 再啪啪啪 宛如一个 举兽一般 每张装备都能重新摸牌 就问你强不强 寻语 我寻语一次给布置杰四张 还能轰得 不强吧 大桥 大桥我帮布置杰勒 还有这个曹瑞 七头一把牌直接给我 还能突发一次轰得 他们怎么就不能做中了 其实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对吧 但是我只能说 主视角反正是认定了 蔡文基跟贾曲 两个人是中了 我个人的话呢 比较同意蔡文基 贾曲我是真的说不好 这波非常的慌 终于造成了残须双杀 他就说打了 打完以后把周瑜一贴 这波直接 逃都不吃 让蔡文基喂啊 这个也算是一种解脱 就如果是信错了 早点解脱 信对了 那一定要多留一张 手牌上线的 对吧 然后周瑜一看苗头不对 直接跑了 先标个内奸 这里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不乐巡运 你都这两钟都在这了 总不能是巡运内吧 所以为什么不乐巡运 还有就是这个不知道 是怎么个气法的 你的残区火杀 你竟然不留着 留了个什么青钢剑 假许的大招 你要出杀的呀 难道你想杖八出杀 巡运是反贼 没有问题 蔡文基已经跳过钟了 也没有问题 这边没有地方劫命的 蔡文基不太争气的样子 这里我在想蔡文基 为什么不把逃跑的神州给送他 这样的话 那个假许九杀不是很方便吗 大招来了啊 真正的试炼来了 冰杀 曹瑞乃自己反贼 曹瑞没有地方杀 去杀 沙巴桥流离这个神州了 方姿处算反贼 好 可以 除了周瑜内之外 别的都跟我们设想的差不多 这边假许 蔡文基不敢澄清假许 我这里说一下 蔡文基一定要澄清假许 为什么 因为如果假许是反贼 主攻已经是尸体了 假许不是反贼 那么他就是最后一个周 他后面要面对四个反贼 对吧 抛开这个死人头 不说还有三个反 这种情况下 只有这发陈琴 一方面能够审讨 主攻 就是 假许现在牌多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也就这一发的小制衡 可以让假许找到更多的牌 来处理这个场面了 所以说呢 蔡文基就没有布置的见识 布置前面就是 定判直接求死 来探这个蔡文基身份的 对吧 要玩就玩大的 要么就别玩 是不是玩不起 负心镜给他搞掉 这波蔡文基选择这个位置 是 可能说是 勉强可以接受吧 插枪人也 玩杀 这边这个周瑜 真是个无用之人 身上两酒一桃 就因为吃了个乐 就跑了 对吧 这种人玩什么三国杀 玩三国杀 最可耻的就是 玩个反对都要跑 玩个反对都要跑 你干嘛不去玩人机呢 对吧 炎武场在向你招手 好 雷莎 这边 这边这个假许 不知道在搞什么废机 这能去 乐唐姿的 这你能不乐大桥的 我是大桥 我就把唐姿解了 唐姿如果是内奸 且不说他会不会 做撕票这种事情 就算他不撕 他也肯定是去打 假许或者打蔡文基的 对你一点坏处都没有 对吧 布置这个回合 本身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他红德也就是 给队友 本来乐就不怕红德 对吧 红德不对 因为红德不怕乐 一个男孩 要把布置抬走了 什么问题来了 内奸是谁呢 还有糖吗 有 难道是大桥 所以不帮糖子解了 那这个解说我喜欢 啊 啊 这 啊 我好 下来 点赞 来 AR 之后呢,我个人认为他就是个耳蜜种 主持角的思路竟然跟我如此之一致 主杀大桥 因为最像内的就是贾许 诶诶,行行 没有洪德啦,你五张手滑上线 他还不肯去主杀大桥,不想坑贾许 那行吧 他可能非常享受这个祖宗内 但是我跟你说 布置这种祖宗,祖宗内是不好打的 因为你阿摩阿狗你咋不过 对吧 但凡 他哪怕是个什么曹操主 对吧 至少曹操主的话 打个假许肯定是打得过的 偏偏是一个布置主 阿摩阿狗你咋不过 那现在的话呢 反正这两个钟 都认为要去 打曹瑞 因为这个曹瑞的表现最2B 尤其是他南蛮入侵 没有给祖宗挥拓这件事情 他的身份就不做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就是 我个人觉得他就是 打得烂 反正布置是比较兴趣的曹瑞的 这个南蛮开出去就是 只打蔡文基一个人 然后四海 单锁 然后等一下再拿红牌锁一下假许是吧 就是铁锁连环又破浮光铠 又破帷幕是吧 要操作一下是吧 你的操作呢 我还等着你的操作呢 我本来还想说他又锁浮光铠又锁假许的 倒也是个名场面了 那单锁浮光铠有屁用啊 不就跟没锁一样 这曹瑞要被玩杀了 看看 果然是中 我就跟你说 就以我 纵横三国杀这么多年的经验 就这曹瑞一看就是个2B 那内奸应该是假许 但是呢我跟你说 什么都不好说 就这么2B的一个曹瑞 他还能失踪 那蔡文基就不能坐内了 所以说千万要小心 不要乱打 不要乱打 九杀 不给陈琴 哈 还好裸摸了沙 否则没了 临死之前还不忘了放弃 万一布置手滑了呢 手滑也没有 那边还有个决斗呢 哎帅哥你哪位啊 这就有点2B了 最后竟然是这货能拿全场最佳 那么问题来了 就是布置为什么最后还要留这个青钢剑呢 对不对 我们从游戏一开始 我们就惦记着布置这个青钢剑 结果布置深深的给我们上了一课 那么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许只有布置他自己才知道了 我们来看下一局 好 这局是 这局知天忆群内了 主攻是个马良 那我们选个啥 选了个戒流扇 不错啊 这无损量联动啊 就看我的吧 无损联动有点 有点犀利的 这边有一个 戒化熊 马良一看流扇肯定是中 没问题 但是给流扇牌吧 总归有点不舒服 而且给的还是个装备 那流扇还放不放全力啊 对不对 于是乎马良想了半天 哎 排给化熊啊 很多人脑回路肯定想不明白 这马良怎么可能会把牌给化熊呢 我来给你们盘一盘啊 曹瑞必反 不用说了吧 对吧 成语十有八九也是个反 然后已知流扇是中 剩下的什么丁凤隐匿 还有这个神甘宁 再加上这个化熊 这些人里面 为什么能够觉得化熊是中呢 其实化熊不一定是中 但是他的身份一定是内级内以上 为什么 因为马良红杀化熊 可以把化熊当做补给包 懂我的意思吧 正常反对是不会在这边选一个化熊吧 就因为化熊有这个当马良补给包的功能 所以说 这个货的身份是内级内以上 如果你马良主攻把牌给到内奸 尤其是个化熊内奸 你也不会亏的 第二发索性直接所有牌都给化熊 不过其实神甘宁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中 神甘宁做中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井水不犯河水嘛 对不对 而且捷影也不算特别的 因为在绝境之下 捷影让马良多摸一张牌也不算亏 是不是 不过主攻既然已经认定了 那就这么做吧 直接把化熊的牌拆光 上线都不要了 大反贼 那这样一来的话 化熊那边的身份一定没有问题 还是很不错的 五五风灯 接下来就是内奸 是不是化熊 当然还有个远位钉缝 但是钉缝现在改了 对吧 哪怕是远位的 他也勉强可以做反 不过其他反贼都不认可 开始拆钉缝搞钉缝 这一波全给了 结果前脚一波刚给完 后脚钉缝开始短编 哎呀 这个射服了一个难蛮吗 难道 马招 拆掉你 拆掉你 好吗 可能现在还有人不知道钉缝改了 我给大家念一遍啊 你使用杀可以多选择一名 距离唯一的角色为目标 你对距离唯一角色使用杀 需两张闪才能抵消 明白了吧 对 然后这波的话呢 发动了一发推势 然后发动推势以后 丁凤 因为这个马 这个马良依然 视为距离唯一 因为是奋训嘛 奋训过的 要 要那个回合结束以后才不算 不是不是只出败阶段 所以说呢 这个马良又吃了一发短冰 啊 太惨了 那么这个马招 是不是队友呢 这个还能招人的出来 我也是蛮佩服的 仇罚 勒不思索 铁锁连环锁了一下画熊 一般来说不太可能锁画熊 对吧 一般是不会去锁画熊 然后再杀一刀 然后又把我们给锁进去了 完了 想赢没那么容易啊 果然这个主攻的判断非常的准 这个画熊他就是个中 就是一个运动营销 就是一个主攻的补给包 水烟七军 水烟七军 火杀 火杀 看看马良 浮光凯 反正牌现在先给画熊 主攻七军 这波的话呢 我们因为主攻想通了 就是我们这一轮肯定不能随便放拳 索性就自己动了啊 冰凉贴上 这个勒没有勒这个陈玉 是对陈玉下了杀心的 因为陈玉没有射服杀 陈玉射服了一个南蛮 先把牌清掉 然后放慢剑 内剑也懒得救 打死了 这边曹瑞想要救进口 好 运动饮料 对吧 主攻喝得 我喝不得 有两次出杀的机会 非常的爽 但是马昭 马昭肯定要救反的 这个反队都这个状态了 他肯定要救的 然后一把牌被劫走 感觉好像 局面现在很难说 好 这里神干是 给丁峰一个赢 哎呀 曹瑞天过了 我去 能出三张杀的丁峰 还有八张牌可以用 给我拉出来 这边为什么拉这个画熊呢 不是应该拉主攻吗 表面上看主攻有浮光凯 但是他不是有那个逐进气远吗 可以把浮光凯顺了呀 为什么呢 先传一个木马 是要拿画熊当雪包吗 可你这是黑莎呀 这个应该是黑莎摸到了一张闪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过了那个出闪的结算时间了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不至于说 不至于说有闪就出一张吧 有闪肯定出两张 不可能只出一张 对吧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冰沙如果打画熊的话呢 画熊依然可以摸牌 懂吗 就是当你受到伤害时 这个竟然结算是在那个冰沙的结算的前面 有想到 然后收一下这个曹瑞 那你出的是个黑莎 你也摸不了牌啊 为什么不把浮光凯顺了 然后去打主攻呢 这难道不是反对击杀主攻最好的机会了吗 铁锁连环 火杀 那这个因为主攻有浮光看起 铁锁也不能锁他 然后你看这些牌都 大部分都是从草瑞那收来的 但是后面收了一些黑牌 对吧 然后这个还只能杀画熊 从画熊那就摸了一张 你抽出了半天就从画熊那摸了一张 你这不去打主攻 虽然从这个 伤害的数量上来看 的确是打不死主攻 但是起码能打残主攻吧 而且还能留着画熊牵制这个马招 然后这边钉锋反手把马招也打死了 对 如果把马招画熊的伤害全部都算上的话 打马良正好 当然马良身上不可能没逃 但是呢真没必要去打马招跟画熊 就是打马良 马招留着这个画熊牵制马招 当然钉锋自己可能会被收 那你看看神干现在什么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做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选择 就钉锋打残马良 让那个马招收他 然后马招自然会去收拾画熊 接下来马招 甘宁两个人打后期 马招虽然跟甘宁不是同心同力的 但是呢 甘宁要偷马良的肯定比现在容易多了 现在这个钉锋肯定被那个马良收了 这不是更难 好 接下来就看两个人怎么斗这个甘宁了 甘宁可是有 一打二 沃龙凤雏加二次元的神做的 一打三一打四也经常出现 接下来就看两个人怎么打了 这边马良选择传木马了 是暗示刘善 是暗示刘善下一轮自己动吗 显然这个还没到传木马的时候 好 要传也是下一轮传 而且传的还是一个八卦阵 当然浮光凯要不要传这件事情呢 难说 因为万一等一下出了个五分针 或者桃园这种东西就传 进了三人局队友多的情况下 那还是不太建议传浮光凯 感觉自己急得顶八卦阵得了 您是说的 好 这边马良一把牌全部被截走 所以说这个木马就不该传嘛 对吧 本来还有木马还能留一张 这个没办法 我们被迫只能放权 就是你七圈传木马 其实是给了甘宁反应的时间了 如果甘宁这一轮 如果你没传过木马 甘宁肯定截刘善 然后你就把一把牌给刘善 然后木马里放牌给刘善 那甘宁就没有办法截不到什么东西了 结果现在木马卡在这里卡了没有钱 那人家甘宁也是有操作的呀 不可能白给的呀 又回起来了 不过呢刘善跟马良他的操作难度 还是比较低的 他不像二次元加那个沃龙凤 这个操作难度高容易犯错 这波浮光凯的强度就体现出来了 八卦阵加一马 怎么说 加一马要给祖宫吗 那为什么不穿加一马 为什么要多留一张牌给甘宁拆 当然甘宁这轮是选择制衡了 这波用那个 这波马良没舍得闪 别不舍了 木马说没就没了 这波能出两刀 冰杀追冰杀 漂亮 加一马给他拆掉 木马穿逃 然后他给他截走了 木马说没就没了 所以说嘛 木马这个东西 你在神甘宁面前你想留木马 不能舒服的放拳 比较好 再之痕 我感觉甘宁这个思路 变差了 尤其是马良掉了血以后 马良没掉血 就是没掉血之前 他一直是四血的嘛 他淘吃不了 就很难受 这个时候你去截他就很难受 那马良掉了血以后你去截他 他有淘他就吃 那你又截不到淘 对吧 他手牌上线又低 所以说呢 马良掉了血以后就截流山 让流山不能舒服放拳 哪怕他真的放了 他也会被你截三张 因为这是截流山 对 你没听错 截流山被 神甘宁截了 会被截掉更多牌 这时候就体现出标流山的强度了 甘宁这两次截因没截好 虽然说本来就难打 说实话 你要说甘宁能够很轻松的一打二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吧 这两个又不是路人 对吧 这两个 好歹还是有一点操作 有点实力的选手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甘宁是真的很强 他一打二 打了那么久 还没有完全落下 那这波流山被打残了 甘宁觉得可以堵一波 因为这次你去截流山 肯定截不到东西了 对吧 再堵一波去截马良 但是这个风险真的很大 他真的能扛得住吗 这流山再放全一轮 要吃四刀啊 不过甘宁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没有别的打法了 好 这轮甘宁苟住了 如果甘宁现在 能够有机会击杀流山的话 就好了 可惜他没有 可惜他没有 这波是真的强 差一点点这个马良就打死了 但是有护兵镜啊 护兵镜永远的神 这里又强行截 这边那个马良有青钢剑的 强行截真的很危险啊 如果我是甘宁的话 我还是只敢截流山 对就老是一点只敢截流山 这波爆发 这波爆发太凶了 这波马良是把乐都给甘宁了 意思就是要两回合抬走他 然后我们流山这边有决斗有杀 反正先杀直接打死了 一杀直接砍死了 其实呢 甘宁还是 差一口气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甘宁不是惨败 流山差点被打死 马良也差点被打死 马良跟流山之间就有一个失误 就是那个木马传的不好 就那一次木马没传好 结果那个木马卡在那边烂了很久 而且后来能传木马的时候 有些牌就放在木马里面强行不用 然后木马又翻车了 那段时间甘宁是上风的 那段时间甘宁什么时候落下风 就是 结音错了那么一次 就是马良掉了血又空沉的时候 你就结马良 就那就放拳错了那么一次 然后他就下风了 所以说胜负之间就那么一两次的角度 其实甘宁不是没有机会 当然这个打的时候吧很难 是吧毕竟都第十轮了 二十几分钟了 人都糊涂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摆肯讲谈 就为大家播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本周六的话呢 我有事不能给大家过神职试炼了 我也表示非常的遗憾 但是下周的话呢会继续的 然后周日的话呢 会继续有这个帝国杯的直播的 好吧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那么反正明后两天呢 因为我有事情 所以得停播了 周六的话呢 就没有神职试炼了 再说一遍 大家临走之前 记得免费的虎粮送一波 好吧 还有就是新来的观众 记得订阅一下 这边感谢一下 护身符送的魔法雷光 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 曾经的你和泪光送的这个血瓶 还有一些人送的小宝剑 还有一些观众刚挂的牌子 非常感谢 那么再次谢谢大家 看视频的观众 别忘了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我们就周日再见了 稍后给大家再来重播